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国际泳灵试影赛男子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杨健 本场比赛杨健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杨浩 比赛的时候杨浩在第一跳的时候发挥还不错 这一跳杨浩露水的时候水花没有收住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86点40分占据第二的位置 而杨健在第一跳的时候同样已出现了水花过大的情况 只见杨浩这一跳露水的时候水花没有控制好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91点80分逆转占据第二的位置 不过杨浩在第二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只见杨浩这一跳空中动作和露水都做得非常不错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91点20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两位裁判都打出了满分10分 而杨健在第二跳的时候同样有着非常强眼的表现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94点50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过杨浩在第三跳的时候再次爆发了 只见杨浩这一跳露水的时候水花有一点点没收好 但是这一跳的完成率还是非常好的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94点50分 杨健在第四跳的时候虽然水花有点大 但是这一跳的难度有点高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96点90分继续巩固之一第一的位置 不过杨浩在第四跳的时候让全场都欢呼了 只见杨浩这一跳空中动作和露水都无可挑剔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102分的高峰 七位裁判全部都打出了满分10分 杨浩在第五跳的时候再次让全场观众都惊叹了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106点20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其中四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不过杨健在第五跳的时候也标出了高峰 只见杨健这一跳发挥非常不错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104点40分 其中有三位裁判都打出了满分10分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杨浩表现依旧稳健 这一跳杨浩再次标出了高峰 这一跳杨浩得到了105点45分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两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这也变相把压力给了杨健 在最后一跳杨健选用难度系数4.1的109B 这个难度也是本场比赛的巨难系数 只见杨健这一跳完成的非常不错 这一跳杨健得到了114.80分的高峰 其中有一位裁判直接打出了满分10分 最终杨健平静着做最后一跳的完美表现 以总分598.65分五旋点夺冠 而杨浩以585.75分获得亚军 这也是杨健首次获得市井赛当下冠军 在六跳结束的时候杨浩标出了15个满分10分后 杨健在最后一跳爆发逆转夺冠 只能说我国的杨健真的太强了 而我国的杨浩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值得称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财尼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